各位同学 我们从这张投影片开始 就要直接进入 我们这个学期基础写作的重点 Essay Writing 整篇文章的写作的一个学习 那在前面呢 都是帮同学 我们就是在重新复习什么是段落写作 段落写作呢 每一个段落需要具备什么样的重点 有哪些元素 除了这些元素之外 可能整篇的整个的段落 还要有同一性Unity 还有Coherence 连贯性的一个 简视跟着重 那从这边我们就要开始来看一下Essay 那什么是Essay Writing 很简单的讲 Essay Writing就是Paragraph Writing 等于是段落写作的一个扩张 那反过来讲 段落写作就是Essay Writing的一个缩影 所以同学可以看一下 如果你手边正好有写作课本的话 同学可以看一下第四章的53页 第四章的53页 左边 它这个小小的方格就是段落写作 一个段落 那右边比较长的方格就是一篇Essay 所以它的箭头引申过去的 等于是说我们段落写作的哪一个部分 延伸到右边长形方格 箭头所点到的地方 等于是段落写作扩张成一个Essay Writing 所以我们在前面的课程内容 影片有讲到 为什么段落写作那么的重要 你的段落写得好 那基本上你整篇Essay也不会太差 好所以我们直接来看一下Essay 我们写Essay大概不是说拿到纸或是看到题目就直接写 我们在写整篇文章大概有几个步骤 第一个步骤 Response to Prompts 所谓的Prompt就是写作提示 我们在大一的时候 我出的题目 我常常有跟同学说 我出的题目不是像很传统的 好像只有几个字 好像只有一个句子 我们写作的题目 其实常常有很多的一些内容的提示 告诉你 这个题目是写什么 你需要怎么写 那个叫做Prompts 所以第一步我们在EssayWriting整篇文章的写作 第一步很重要的就是说 我们要读懂 我们要看得懂 别人要叫我们写什么 等于是说 我们要读懂 我们要看得懂 这个题目要叫我们写什么 等于是说我们对于这个主题 这个题目 我们怎么去做一个Respond OK 怎么去做一个 一个解释 或是一个了解 这个是很重要 如果我们对于写作的提示 别人希望我们 关于某一个主题 写什么 我们都不了解 那我们写出来的东西 怎么会是这个题目要的呢 所以第一步是很重要的 第一步是很重要的 好 第二步呢 第一步我们知道 这个题目的写作提示 是要写什么重点 之后 第二步就是我们的组织架构了 从第一段一直到最后一段 关于这个题目 我已经知道 这个题目要叫我写什么 写什么样的内容 写什么范围 那我怎么去组织 我有没有一个很清楚的概念 关于我关于这个写作提示 这个题目要写的内容是什么 我怎么去把这些我要写的内容 去组织架构起来 这个是第二步 OK 这个是第二步 好 第三步呢 当然 我知道写作提示 我看得懂人家的写作提示了 我也把我想要针对这个题目 写作提示 要写的内容 已经有一个基本的组织架构了 第三步 我就要开始来针对我这个组织架构 我的大纲来去什么 来去扩展 OK 来去延伸我的想法 那当然我们就可以用很多的例子啦 或是用很多的细节来加以做说明 来加以做说明 好 第四点呢 好 整篇文章写完之后 不要忘了 我们要知道convention 这个前面我们有提过 所谓的convention就是说 那我的文法 我的巨型结构 有没有什么样的问题 mechanics 就是说我的标点符号 有没有标错 有没有适当的标记 我的这个单字的使用 用的对用不对 等等 这些都是我们写作之后 我们要去检视的 包括我们的拼字 我有没有拼错 那逗点后控几格 据点后控几格等等 这些标点符号 叫空格我有没有再去检视 这个是第四个步骤 那最后一个步骤呢 叫word choice 就是说最后一个步骤 我们就再来看一下 我在文章里面所使用的这个单字 是不是适合的单字 有时候我们查字典 它可能中文上显示的是我们要的字 可是实际上在英文里面 我们并不用那些字 所以这些这个就是很重要 所以这五个重点 在我们整篇文章的写作 就有这五个步骤 第一个要看得懂 要读得懂写作提示 第二个要把你关于这个题目 要写的相关的内容 做一个大纲式的整理 第三个 我们怎么去把每一段 就去做一个完整的阐述 第四个 我们整篇文章写完 要去检查一下 我们的拼字 我们的文法 矩形结构等等 最后一个 我们再来看一下 我们的用字潜词 有没有说需要修改的 有没有需要修改的 我们发觉 这个同学最常会有问的 就是在第一个部分 在两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就是 看不懂人家要叫我们写什么 我觉得这个最主要 就同学在高中值的时候 并没有很完整的 老师 英文老师并没有很完整的 告诉同学要怎么去写作 那以前同学在练习写作 高中值的时候 可能都是只有一个单一个题目 你就针对这个题目来写 可是实际上 我们看很多的考试 很多的练习 都不是只有一个单一个题目 它的题目都是比较长的 所以我们一定要看得懂这个题目 这个是同学 第一个会遇到问题 那另外一个 我发觉同学比较会遇到的 一个问题是在第三 同学常常说 老师我不知道 我知道这个题目 要叫我们写什么 可是我写不了那么长 我每一段好像都只能写三四句 这个就是在我们这个学年 要去练习的 我如何把课本的53页 这个短短的段落发展成右边 课本53页右边这整篇文章 这个是我们这个学年度要特别去加强的 好 那我们就把两个比较有部分 两个比较有这个问题 或是同学比较要去注重的部分 特别提出来讲 第一个就是我们怎么看得懂写作提示 所以很重要 我们要了解 别人要叫你写什么 OK 唯有充分了解 这个写作题目是叫我们写什么 我们才会有可能有一篇成功的写作 如果我们都看不懂 或是误解了别人要叫我们写的 那我们写出来的东西 当然是文不对题啦 就算你的句子结构再好 你的用字潜词再好 都没有用 因为你文不对题 基本上是拿不到分数 如果是在考试上 对不对 那如果是在平常的写作 那你读者会觉得很奇怪啊 你明明在写A 为什么你的内容都是BCD等等 OK 好 所以我们怎么去读得懂写作提示呢 大概有下面几个步骤 第一个 要很仔细的去读一下prompt 所以我们写作 我常跟同学说 不要一拿到题目就写 OK 先把这个题目 它的说明 先仔细的把它阅读 你一定要百分之百确定 你读得懂 你再来下笔写 好 第二个 在写作提示里面 我们常常会出现 这篇文章重点的关键字 所以你能把那些关键字 你自己稍微做一下记号 甚至查一下字典 甚至是在这个写作提示旁边 去加以做一点助记 可以帮助我们 等一下来写作 其实更顺利的 好 第三个步骤呢 这个是很多同学在写作 一定会做的 常常会做的 比如说我们读得懂 这个写作提示是什么 我们常常看到同学在 开始写的时候 就直接把别人的 这个写作的提示 一字不落的照抄下来 这个是不对的 如果同学要去重新叙述 这个写作提示 write in your own words 一定要用你自己的词语 自己的句子 自己的片语 再去把它重新说明 而不是一字不漏的照抄下来 如果同学要把写作提示 在第一个段落的最前面 把它写下来 我建议同学就是从关键字去发挥就好 不要把别人的写作提示 在一字不漏的写下来 如果你要写的话 用你自己的话来写 这个是很重要的 这个是很重要的 所以这三个步骤 这三个方法 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写作提示 这个写作题目到底是要写什么 好 这个呢 我们之前也有看过这个图 假设 这个是我们的写作题目 What is an important goal I have for the next few years and how will I achieve it 好 假设这个是我们的写作题目 我们的重点就是这个 对不对 接下来的几年 我的一个重要目标是什么 那我怎么去达到这个重要目标 所以接下来几年 我们可能有很多重要目标要达成 对不对 那到底我要达到哪一些重要目标 你先要把那些可能 你接下来几年 你的重要目标 你先把它 把它什么 先把它稍微挤一下 譬如说 你想要毕业后找到一个好的工作啦 或是说 我未来几年的一个目标 像同学已经是大二 对不对 你未来大二 大三 大四 你的目标就是好好把学业完成 有可能是你未来三年的重要目标啊 或是说 我希望呢 假设我是外线市的同学 我希望跟我的家人或朋友有更紧密的接触 也是我未来三年的一个目标之一都有可能 或是我想要学习一个新的语言 好像同学有第二外语 对不对 除了日文、越文 你可能会想要选西班牙文等等 好 所以红色的这个框框就是我们这个题目的重点 那绿色的框框就是针对这个重点 我可能有几个目标 好 这个就是我们的idea map 你可以像是有这样的一个图示法 那等一下写作呢 你要写哪一个目标 你可能就是找其中一个目标来写 因为它的题目已经告诉我们 an important goal 好 那写作呢 整篇文章大概有三个部分 The three parts of the essay 第一个部分 一整篇文章会有三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就是第一段 Introductory Paragraph 那在这一段里面呢 我们会去介绍这篇文章的重点 主要的重点 而且呢 我们在第一段里面也会告诉读者 我们接下来这整篇文章 我们大概的内容是什么 所以我们的第一段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句子 就是This statement 我们叫做主旨句 同学还记得吗 段落写作里面 有一个句子告诉我们这个段落的重点 这个段落主要要讲什么 那一个句子叫做主题句 对不对 那在整篇文章里面 我们就把段落写作的主题句 再把它扩展成整篇文章的主旨句 所以This statement 主旨句也就是这整篇文章 我们所要谈论的重点跟内容 就叫主旨句 那主旨句是放在第一段的哪里 一般主旨句是放在第一段的最后一句 或是最后两句 原则上是在最后一句 那跟主题句不一样哦 主题句是放在段落的第一句 好 这个我们之后会针对主题句 再另外拉出来来说明 整篇文章有三个主要部分 第一个部分是第一段 介绍的这个段落 第二个部分就是我们中间的段落 一般我们会简称body 或是body paragraphs 所以你的中间的段落有好几段 对不对 那每一个段落 都是来支持加以说明你的主旨句 你的重点 而且每一个段落还记得吗 每一个段落 有三个组成成分 所以每一个段落一定都有一个很清楚的主题句 所以在这边同学不要把主题句跟主旨句搞混了 主题句是出现在段落里面 告诉我们这个段落主要的内容是要讲什么 主旨句是出现在整篇文章里面 告诉我们这整篇文章主要的重点跟内容是要讲什么 所以同学稍微分辨一下 好整篇文章的第三个部分 就是我们的结尾段落 那结尾段落呢 它就是针对这整个段落 这整篇文章来做一个摘要 来做一个总结 它也有一些写作的技巧 那我们之后会再来讲 好这三个部分是一篇文章 不管你的文章长或是短 都一定有涵盖这三个部分 第一个是第一段 第二个是中间的段落 第三个是最后一段 结尾段落 那第一段里面 就是主要是来破题 来介绍这个题目只不过要讲的重点 所以它第一段的最后一句 会有一个主旨句来告诉我们 这篇文章最主要在讲什么样的重点跟内容 好接下来呢 我们在做这个写作的 在写整篇文章写作的时候 我们怎么去排列我们的主要的内容 跟一些重点呢 我们可以用这件事情的重要性 用这样的重要性来排列 比如说从最重要到最不重要来排列 那第二个 这个我们常常看到 依照这件事情的时间先后顺序来排列 或是我们可以用比较跟对比 不止这三个还可以用什么 同学还记得吗 前面的这个课程的引带 它有讲到你可以用因果关系等等 所以这个部分同学可以去看一下 前面第三个课程引带 等于是说正式课程的第二个引带 同学可以去看一下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用一个简短的来做说明 好假设这个是一个写作的提示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写作提示 它讲什么 What is one important goal you would like to achieve in the next few years In your essay Identify that one goal and explain how you plan to achieve it Use your personal observations, experience and knowledge to support your essay 所以这个是一个写作的提示 不是一个单字 也不是只有一个句子 它好几个句子 对不对 好所以第一步我们要看得懂写作提示 好写作的提示 这个重点是要什么 它叫我们写什么 在未来几年 你想要达到的一个重要的目标 是什么 所以在你的文章里面 你要把那一个重要的目标 你要把它说清楚 而且你要如何达到那个重要的目标 对不对 好假设这个是我们的大纲 这整篇文章里面有三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introduction 第二个部分中间的body 第三个部分最后一个结尾段落 好所以在第一个部分 我们就要把这篇文章的重点 把它讲出来 假如我们这篇文章是要讲 getting a good job 我要获得一个好的工作 找到一个好的工作 这个是我未来几年所要达到的一个目标 因为在这篇文章里面 它限定我们 告诉我们 就是要去讲其中一个目标 好所以我在第一段就把这个目标讲出来 好这个这篇文章我要讲的就是毕业后 在未来几年我想要达到的一个重要的目标是什么 找到一个好的工作 这个就是main idea 对不对 在第一段要讲 那中间这些呢 这些段落就是我要关于这个重点要讲的一些要点 有哪一些 比如说我要找到好的工作 我应该要怎么做 第一个我一定要完成学业嘛 第二个我要什么准备履历表 第三个我就要找工作了 所以我这篇文章 我未来几年想要达到的一个重要的目标是找到一个好的工作 那中间这三段讲的是什么 要找到一个好的工作 我要做三件事情 那三件一个是完成学业 另外一个准备履历表 再一个去找工作 所以每一个段落我们就找 就讲一个重点 好这些就是关于要找到一个好的工作的方法 我有三个方法 好最后呢 这个就是最后就一个结尾句 这整个紫色框框的就是我们的什么大纲 所以我们写作有几个步骤还记得吗 第一个先读懂 别人要叫我们写什么 好像这个 主要的目标 这个就关键字 你要把它什么 把它highlight起来 还有how 你要怎么去达到 ok 接下来就稍微把大纲先整理一下 如果你是一个很熟练的 你是一个很熟练的作者 你可能在你的脑海中就可以架构 可是一般呢 我们在写作的时候我们会建议同学 你现在空白的地方 白纸空白的地方 先稍微做一下这个大纲的整理 可以帮助我们在写作的时候更加的聚焦 不会离题 不会离题 好这个呢 这一份投影片的说明是如何写一篇好的写作的一些步骤 我们分别把写作的步骤的几个步骤把它讲出来 那接下来的课程内容影片 我们会再针对SA writing做更详细的一个重点的说明